韩瘦肉筋肉品进口将于明年开放 但是卫福部至今还没依法派员完成实地查核 卫福部长陈时中承诺 在元旦之前一定会派员赴美实地查厂 对此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表示 依法本来就应该做 陈部长说在1月1号前他们会派员去 那我认为这是本来就依法必须要去做 那我们也希望一定要实际的 依照过去相关的规范还有惯例 去看这些他们的实际操作方式 有没有一项一项都符合我们的 卫生安全标准以及法令 国民党主席江启成也怒批执政党 在没有配套措施的状况底下 仓促开放含瘦肉筋肉品进口 大幅提高国人健康的风险 民进党政府在缺乏风险评估 没有配套措施的状况底下 仓促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以及30个月里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 大幅提高了国人健康的风险 如果不幸成真 更是未来国人流行病的隐忧 蒋万安更批评民进党使用话术 他质疑在150多种动物用药里面 我国只有将来剂列为禁药 而我国竟然要进口外国使用来剂的肉品 相当矛盾 现在民党政府他们的话术是说 现在的动物用药有157种 如果你要标来剂 我没办法全部都标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在这150多个动物用药里面 哪一项是国内禁止使用 也就是所谓国内禁药 只有莱克多巴胺 也就是莱克多巴胺 在国内猪农是禁止使用的 今天你却开放在国外 他们可以让猪汁使用 然后进口到台湾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矛盾 蒋万安强调 希望民进党政府正视人民的声音 了解民众的想法 不要贸然开放莱猪进口 记者王伯伦重映台北报道